凌晨三点多,一名蒙面的外国男子在社区门前连续按了好几间门铃,但都没人开门 他站在门口奴旗冲冲的,对着另一部监视器比触不雅手势,甚至跳起来把镜头打歪 蒙面的外国男子情绪激动,他拿石头砸毁居民的花盆,一副旧事要来寻仇 但是附近民众根本没人认识他,怀疑他找错对象 但是一个晚上,同一个区域就三间住户受害,还有人后门被砸,吓得报警 住户指的地方就是花盆砸落处,铁门的手把也有被砸过的刮痕,让居民们很无奈 事发在高雄男子12号凌晨,39岁的张姓外国男子蒙面乱砸住户家门 到案后告诉警察,他来台疫情拘留,妻子生病住院,他心情不好 加上先前在社区遛狗时,曾被邻居驱赶,一时情绪激动才会砸花盆泄愤 只是张姓外国男子经常在社区附近走动,有民众拍下 他脖子上披着绿色毛巾,载小孩出门,特征明显,但没想到他会这么冲动 因为六狗被人敢一时激动乱砸邻居门口泄愤,把住户们从睡梦中吵醒 还好没有演变成商人案,小小社区出现蒙面外国人 一系列的脱续行径也吓坏居民 TVBS新闻爱照前,高雄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,掌握趋势,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,开启小铃铛